每到过年新竹县北浦老街都会涌入大量的游客 平均每天有上万人 疏解车潮哦 1月20到1月29号 中峰路南下是禁止左转南新街只能执行 那么商圈呢也设立了徒步区不开放车辆来进入 一塞车的话就会增派警力来引导走替代道路 一到过年 县内热门景点北浦老街就会涌入大量游客 每天超过5000人 最多直逼近万人 庞大人车潮就怕瘫痪当地出入 提升旅游品质 部分路段将进行年节交通管制 解封了 所以人潮可能会来的比较多 那照以往年的来看的话 今年的人潮势必会造成一些比较 人潮比较多的拥挤的一个状况 那老街这边的话呢 长年下来我们就是一直在假日 就有在做封街跟路挡的一个动作 我们有规划单行道的部分 所以在进入北浦老街之后 我们会规划让车辆先绕行一段距离 那再规划协助我们的车辆进入各停车场 北浦老街假日设立徒步区 不开放车辆进入 观光人潮平均下午三点到达高峰 将涌入两千到三千人 竹东景分局一月二十到一月二十九 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 暂时封闭中峰路南下 左转南新街路口 让车流能往中山路方向行驶 回程载五峰逐一二二线 台三线中山路口和宝山交流道闸口 也将增派二十六名锦利交管 引导车辆走替代道路 包含走中正南路 工业一路 街北新路 再上六八快速道路 以及在台三线与中正路口右转 走普新街一百零九项 就能转往宝山交流道上二高 如果遇到台三线往逐东方向车流拥塞时 可由绿世界出口或南新街 进入台三线左转 行驶至台三线与中山路口右转 再行驶到普新街一百零九项口右转 往国道三号宝山交流道方向行驶 避免车辆回堵 中峰路与南新街口与绿世界出口两处 也将手动耗制灯及时调节车流 必要时也增派警力支援 全力疏导 让游客玩得尽兴 避免塞在车阵中 更多的方向盐 我要稍微转移植 如果您需要稍微转移植 下空车到其他人 下空车到其他人 下空车到其他人